如何使用吸奶器追奶呢效率更高 Hello亲爱的妈妈你好 今天分享的是如何使用吸奶器提升吸卤的效率和奶水来的更快的方法 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一般妈妈都是如何使用吸奶器来吸奶的 通常呢妈妈在使用吸奶器的时候 一般是先开启按摩密乳模式给卤房进行按摩刺激 当有奶水流出或者是奶症出来以后呢 再调到合适自己的舒适档位继续的吸奶 直到奶水流出来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奶水 当次就算完成了 那么这样做正确吗 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一直持续的吸 那么在第一个奶症吸完以后 第二个奶症来临之前呢就会出现存在光有吸力 没有奶水出来的空转状态 这个状态的时间越长 乳头的敏感度呢会降低 会延迟第二次奶症来临的时间 同时呢也会降低出奶量 在了解完以上的内容以后呢 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如何使用吸奶器提升吸乳的效率 和奶水来的更快的方法 我把它称之为分段吸乳法 分段吸乳法呢指的是 原来使用吸奶器一吸到底的吸奶方式 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分段的进行 通常妈妈使用这个方法呢 妈妈呢在15分钟左右呢 可以吸出两个奶症 奶水呢也会比当次吸出来的多20%以上 分段吸乳的步骤 先开启吸奶器的按摩密乳模式 给乳房呢进行一个按摩刺激 当有奶水流出来或者是奶症出来以后呢 再切换到吸乳模式 调整到合适自己的一个舒适档位 开始吸奶 这里的注意要点是 在吸完一个奶症之后呢 奶水流出来比较少时 要先停下来休息一到两分钟 让乳头恢复一下敏感度 不要急着一直吸 休息好之后呢 重新把吸奶器调整到刺激密乳的模式 进行奶症的刺激 然后再开始吸奶 到此呢 如何使用吸奶器追奶 效率更高的方法就分享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